全球素食意识的崛起 不外乎有越来越多动物的痛苦为人知晓 以及工业产值的卫生疾病问题浮上台面 让人开始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食物 在集体窘迫的养殖环境中 固满了上千只鸡 拥挤的空间虽然维持着生命 却找不到意义 自然界中的野生母鸡每年只生10到15个蛋 然而现代蛋鸡已经被基因操控至 一年生250至300个蛋 不正常的产蛋率让蛋鸡的骨骼疏松和脆弱 当母鸡身体已耗弱到生不出蛋即将送载时 它们的翅膀与脚骨通常以伤痕累累 固满着无数疼痛 彼得萨迦斯兽医专门救治由动物组织 弗里弗朗汉拯救出来的机枝 彼得萨迦斯兽医表示 这是手术从一只母鸡的子宫中移除的 堆积在其体内的腐烂鸡蛋 有超过一磅种 不正常的养殖操作手法 让生命背负着极大的痛苦 也使得原本美好的生命饱受苦醒 有鉴于生命所受的苦难逐渐曝光 国内外许多素食企业 开始研发友善动物的 无肉淡奶纯素健康仿真食品 除了不用再担心禽流感 以及胆固醇之外 更有着营养和极佳的口感 美国加州汉普顿西食品公司 Hopton Creek Foods 研发出混合12种天然植物的人造蛋 吃起来和鸡蛋一样 此外人造蛋售价较鸡蛋便宜 保存时间更长 也不含肤质与胆固醇 食用起来更健康 美国首富比尔盖茲 亚洲首富李嘉诚等 对该公司共投资7亿元台币 对纯素人造蛋的前景十分看好 比尔盖茲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 在吃过用人造蛋烤的饼干后 都占不绝口 觉得跟加蒸蛋烤的饼干没有差别 纯素无蛋的公调方式 让许多素食者在纯植物的食品中 也能享有多元多样的美味餐点 不论是无蛋的汉堡夹蛋 蛋沙拉 荷包蛋 煎蛋 松饼 面包等各式各样 原先需要伤害动物才能取得的材料 在素食专业食品研发企业的努力下 不用伤害动物 也能吃到同样的味道口感 而没有禽流感的疾病风险 加上它是利用营养效果制作 富含回生素B的营养来源 营养价值等同一般鸡蛋 看到纯素鸡蛋也能做出那么多美味佳肴 是否心动了呢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